全台湾第一个以蔬果精致农业为主题的台湾国际蔬果展 11月中旬在高雄展览馆盛大举行 连续三天吸引了近4000人次参观 国际买家称赞 规划的六大展区 看见台湾农业科技的优势 台湾国际蔬果展11月10日 在高雄展览馆盛大登场 这也是全台首届以蔬果精致农业为主题 串联整合农业上中下有产业店的国际展览 超过10国183家厂商参展 及90厂采购煤盒会商机五线 让台湾的技术 这么棒的一个农业技术 能够在世界各国的与会人士当中去展现出来 很高兴在南部这边也有这样子的展出 我想这个间接都会带动整个 不管是台湾的农业 能够大家在通路的销售 或者是国外的买主都有很大的帮助 虽然我们是以蔬果为主题 但是我们利用蔬果 然后来彰显我们台湾在前端的 种子种苗的研发的技术 然后再带入这些农业的资材跟农业的设施 这一方面的这个出口产值是不可预估的 展场规划以农业加持为主轴 分为六大展区 生鲜蔬果 食用花卉与香草 全国与坚果及加工制品 栽培技术与设备 产业服务和加工设备 超过2000项相关产品及设备 我感到很好 因为我看到的 全部需要 此节目非常精彩 在美女的展望 是非常精彩的 很严重的 然后我感兴 놀�い 我们觉得这个展望非常有趣 充足的技术 与充足的 我感兴到的 很多年之后的 较为较生物丶野菩 谢谢大家 我愛你們 隨著全球對食品安全意識抬頭 台灣業者積極研發部 噴灑農藥等相關技術 有30多年生產塑膠原料為基礎的優拓 研發無農藥有機栽培膠膜 溫飽膜 獲得多國專利 大白菜 還有花椰菜 還有芥菜 還有一些小白菜 因為這是農藥使用量非常大的 所以說我們先從 最困難的蔬菜開始種 我們這個農法是 從種子開始到育苗 一直到生長收成 完全不使用農藥 所以說這個農藥是零檢出的 24小時不間斷的去活化我們的土壤 所以它的土壤 它其實是24小時不斷的在活化 但是我們因為不用農藥化 僅僅是用非常少量的這些天然資材 跟我們一些有抑菌跟微量元素 直接進到地底下去 讓地底下變成一個 微生物多樣性的環境 種植蔬菜 從種子到收成 台灣一年約使用6000萬噸的農藥 有鑑於此 台灣仿生科技 結合熱帶雨林生態系統 及人體運作機制 並用在農耕上 讓土地使用及種植方式 更貼近自然循環運作 從源頭做起 農產品供應鏈結合綠能 物聯網與現代化農漁業科技 建構安全農業 未來台灣農產品產值 預估水果產業 將以年複合成長率8.7%加速成長 其中以亞太市場需求最為旺盛 預計2017年 全球水果產業規模達6929億美元 如何讓農作物在地化 降低食物里程 也是農業發展的重點 推一個理念就是說在地食材 我們不用去進口國外的生菜進來 其實台灣我們就自己 可以做到這樣子的程度 所以我相信這個如果普及的話 在對台灣整個農業的發展 甚至說對環保 其實都有很大的幫助 台灣的優勢是在於說 我們有這個農業科技人才 對於植物的生長 我們的不管是國家的這些試驗所 農產試驗所 他們都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 盡量的改良品種 改良品種 優化品種 高雄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我們把它打開 那我們也利用這個平台 很容易的就把周邊的 東協國家的市場的 這些買家 或者是政府相關的單位 能夠飛進來 然後大家借力使力 在這個平台上面 可以創造更多的商機 農委會也籌組台灣旗艦館 大規模展示農事所 及其大農改場所 育成的各式蔬果種苗 和先端農業技術 各地方政府 也展現當地蔬果特色 藉由蔬果展 行銷台灣農產優勢